世界生命 生命 天使与你 共同救护圣灵 接下来请收看 般若讲座 和表双亮 现在我们唱歌的辩原 好 请各位大声唱 刚才唱 请看第六页 与此偷师言附近 生命如地而世尊 数大法传心佛法 归身定及之宝珠 众人会荆棘参堂 美丽闻天时光 美极大师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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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世间果然无 如来花贤之舍身 广发大师千经历 美极大师千经历 外今所前已解放 不明清醒掀迷惑 知己为师子作福 午后主发尘幻幻 主以此心为悠患 究竟一种不可等 知己无神之法身 所谓忠敬发心中 没在变动之一时 无名其心显迷惑 也与烦恼之根本 午后时未知真知 圆满功德之根源 究竟之一不可等 所谓忠敬发心中 所谓忠敬发心中 云君所臣子舍身 未无知是未柔定 低水或风所几尘 云同苦恼之根源 午后即是双云风 能谁办事中之中 究竟神已无可等 欲悦无云之尽空 但是无可等 难意有与烈默 吉若长 未无之尽绘 未莫愿 难作各种种段障 无意有莫成故方 能与各种知成就 究竟中莫一空 所谓穷尽分别处 所谓穷尽分别处 究竟金刚真言成 无上许皆许不云 诸解几句埋骨 现成万经诸莫乡 若不了知彼为观 全由此生之所谏 只以为世神愚痴 只以为世神愚痴 无名掌握几迷惑 无一天莫知真顺 只以为世神愚痴解脱 尘旧上司开刀骨 动荡人也必尽空 所先见十大手印 所先见十大手印 无觅五根一无始 自密水月寄沉浸 光妙似日里云衣 无名旁边的属性 解脱与之处幽默 正如愚昧的胎弦 知莫为时乃妄念 由此妄念生喜情 妄念笑容发心惊 奔来无神神奇才 妄念笑容发心惊 奔来无神神奇才 这是好听啊 是有任何问题吗 有任何问题吗 是有任何问题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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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an be not reach enlightenment yet for example right now I know if I could get out of my own work maximum I think probably I cannot 100% but how can I involve or stay in many people every people every people have their own world how I work with them in harmonized way and still helping them 就是 早晨 梁波切有讲一个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产生一个自己的世界 然后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说 都觉得说外面任何一件事情 必须follow 就是跟着我自己这个世界的方法走 那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矛盾 我的想法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 那如果说现在比如说我已经知道了 我的世界跟人家的不一样 那我希望说 我把我的世界 尽量变到说 就是说 就是说 maximum最大的 那个 可以包容其他所有的世界 但是 但是我们还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还会有很多 其他的 就是我们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那我怎么能在这样子一个 就是团境里面 互相去帮助 帮助到别人 然后又可以跟大家合同消息 然后 就是说 又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休息 所以 有几个 有几个 几个 可能 有几个 几个 有几个 几个 第一个 最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认为 你的 自身的 因为 你 你 制作 你的 世界 然后 什么 是 最好的 方法 禁止 这个 问题 第一个 是 认为 你的世界 这是 最大的 方法 禁止 这有几个 步骤 特别 对于初学者而言 有两点 是 必须要 有两种的方法 第一点就是 首先 认知到自己 所感知的一切 因为 因为 你自己 创造出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那么 在那个 当下 你自己 自己 所创造的 这个世界 最好的方式 你要 认知到 自己所 创造出来的 这一个世界 那么 这也是 解脱 我要去路到解脱 这么慢慢讲 I will tell you one story 在这边 他要跟你讲一个故事 true story 有两个故事 true story 真实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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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久很久以前 最近的事情 I've been to France, and there's a WEX museum, 因此一位西方的勉強省, Laccio, Laccio像, Laccio像館, OK,謝謝… Wex museum, and it's in Paris. 在巴黎, 因此那裡的Laccio館, 巴黎, 巴黎, Paris means Bali, 巴黎,巴黎,巴黎,巴黎 OK, and then light in the museum was a little bit damp, you know, not clear 那么这个拉相馆中的那个光线呢,它有一点昏沉,暗沉不是非常的明亮 哇, you know 然后就这样看着呢,觉得哇塞,不可思议这样 然后就有一对夫妻呢,他们来了,然后在那边拍照 然后就说,他们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就对他们微笑着 然后这一对夫妻呢,差那时间就吓了一大跳 然后就说,他们把人家当成一个拉相馆怎么会痛 对,对,对不起 对,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就被他们微笑 And the guy, you know 然后那个导游呢,要拍照,那个导游就惊吓着嘴都张开了 And then I tell them sorry, you know 然后我们就跟他们抱歉 And they say, oh, no problem, no problem 然后他们说,没关系,没关系 But in the end, we have nice talking, conversation 然后到最后呢,彼此沟通都非常好的 And we all laugh 然后大家都笑成一团 The back side photo has put down the light Of course Of course Of course OK Because the person thought I am also waxed They don't recognize who am I They don't recognize who am I And then they when I say hey hey And they thought maybe suddenly waxed become life Maybe they thought maybe demon or ghost So,当他们目前微笑跟着他们嘿嘿的时候呢 他唱那之间呢,他吓到他以为 这个蜡像怎么会开口会笑 是不是有鬼这样子 Because Because First that person feels when I First they feel I am waxed Even though I am real person But first they must wax, really wax, you know And when I say hey hey And then when I say hey hey And then when I say hey hey And transform that perception into demon maybe Well coming, that's There is fear And that's that we have nice conversation And then there is a nice conversation And they see me as real ordinary person So they can tell and you know 这时候他们把我当成真的是一个人了,这时候彼此之间就能够沟通了 所以男的当下是不需要再借助其他的对治法,他只要认知当下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就好 第二个重点就是慈悲心,因为你现在认知到这些都是你自己所领受的一种景象 但是如果你没有慈悲心的话,那你就不知道你要怎样的去帮助其他人 那你可能会认为说,那既然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所感知的这个景象的话,那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那你这时候你可能觉得那所以一切景象,事实上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通常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有我们自己所感知的这些景象 你会有什么叫做的? 法能 啊,how to translate ethic in Chinese Ethic? ethic 行动 ethic means 道德 道德 ethic 好 因为呢 一般来讲呢 你有你自己的一个道德的 应该说类似道德的观念 is also mixed together with your own world 这个呢 跟你自己的世界是混合在一起的 you are having you survive your life together with your own world 也就是说 这个 you survive 你生活的这一个世界跟你自己的这个世界呢 它是同时相结合的 and when you lost your own you recognize your perception which is fake maybe you may lost this fake perception 所以呢 当你认知到你自己所感知的这一切是虚假的时候呢 那可能在那同时 那所有的这个外境 它变成都是虚假的 你感知到所有一切都是虚假的 then maybe for a while you may confuse 因此呢 在那个情况之下呢 可能你就会产生迷惑 of course good you lost your fake perception 当然那是很好的 因为呢 你已经失去了那些虚假的 所感知的这些现象 maybe at the same time you may lost your ethic 但是呢 也许在那个情境之下 有时候呢 你也会失去的那个道德观 so develop compassion is important 因此呢 去开展出自卑性是很重要的 then you will have another eth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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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ositive ethic which is not mixed with your wrong perception the world of your wrong perception 那么 这是一种正向的道德伦理 那么呢 他没有杂揽任何我们前面的自己错误的领受当中的这种现象 this way you can help to others also 所以呢 你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 and that's also best way to help to yourself 那么呢 那也是最好的方法 就回过头来帮助自己的最好的方法 why you and other depending each other 因为呢 我们是他呢 彼此是互相依存的 okay next question 谢谢人不切得这样 这为我们开示 我想这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很大的帮助 人不切得这样 但是人不切得早上也提到说 我们有精部的大手力 虚部的大手力 还有十项的大手力 那对于我们予以众生而言 这个如果说我们在刹那之间或是说半秒 买疫苗之中 我们已经是产生这种 这种一种相对的这种对境里头 那从飞量到到这个到这个 要从飞量到到离开这个飞量来讲的话 那在这个所谓的半秒之内 是用这个用 我们半秒之内不太可能一直在问说我是谁我是谁这样 那这个是用 在半秒之前是用这个十项到得意呢 是续部到得意 ok 还是说半秒之后用续部到得意 是 就是半秒之内跟半秒之后 是用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当机这样 但我们这些 恰恰情报 那么顺度 修处给恰恰情报的 kentratum essence 那么顺度 现在我们有两个语言 这当 scientist 介绍了一个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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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有些人 是 这些人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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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 你可以 运用这三种的大手印 在一个当下 并没有说 那么哪一种大手印 特别适合对峙 大手印的它是適合一切的 就是這樣 Next question 就給人家一切恰恰恰的那麼順度 然後多月給達七八月 就等於兩年節的 你用佛當的這話 就是七八月 就說是的 對啊 啊 例如, 例如, 如果想要去台北, 也许, 有车, 有车, 从台北到高雄 由车 由高雅 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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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三个例子是 Suddha Mahamudah Tantra Mahamudah 和Essen of Mahamudah 举个例子来讲 譬如说从台北到高雄 我们有三种教终方式 一个就是搭乘一般的车辆 再来是搭高铁 再来是搭飞机 它速度上的差别 那么同样的 那么经部大手印呢 就如同是搭车子 那么续部大手印就如同搭高铁 那么本质大手印就如同是搭飞机 Suddha Mahamudah Tantra Mahamudah doesn't need any empowerment and no need to practice about prana, bindu and nadhi and no deity 那么经部的大手印呢 它是不需要灌顶的 也不需要修慈、器、迈、明眼等等 也不需要修本尊法 披弦法 你원이准备取消息 而存在 hanging marching 但是它在身体 喀jee, prana, bintu, and nadia also, dep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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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续部的大手印呢,它是需要经过灌顶, 灌顶之后呢,那么你领受修持一个本尊法, 最后呢,进一步的再修持其蔓的这些部分, 当然这也需要依靠你身体的状况, 那么呢,这个本职大手印呢,它是需要灌顶的, 但是呢,它不需要修持本尊法跟这个七脉明点的修法, 那么呢,本职大手印呢,它的重点呢,就在于信心指引的教授, 就指引信心的教授, 它不需要呢,依赖着分析, 那么呢,它这里面呢,不包括到七脉明点的修法,不需要包括观想, 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再继续更深度的跟你讲里面的东西, 原来有很多的指引信心的这些教法, 什么呢? 什么呢? 要指引什么呢? 要指引出佛性, 要指引出佛性, 那我们的认知道呢,要以怎么样的方法直接地去认识佛性呢? Introduction of, then you can recognize, there's a mind pointing out teaching, through clarity aspect of your mind, empty aspect of your mind, union aspect of your mind, and perception through perception aspect, through movement of your mind aspect, movement, 什么呢? 可以透过心的明去认识到你的心性, 透过空的这一方去认识到这个心性, 透过空明双容的这一边去认识到你的心性, 或者透过一切的镜像去认识到心性, 透过到心的动的状态去认识到心性, 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 那么你的心跟你心的本质之二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么在这个街上呢, 引界什么叫做三生, 法报化三生, 引界五种的智慧, 那么呢引界五种的智慧, 有些透过空的指引认识到心性, 那这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指引的方法。 那有问题吗? 第二个问题 嗯 谢谢啊, 我一直在说, Jose mentioned the natural line of Buddha,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atural line and Buddha? So how to reunite the opposite? Actually it's a nature of Buddha. 我一直在说, 我们今天常提到心性跟佛形, 那心性跟佛形之间有没有差别? 怎样是心性, 甚至心性本来就是佛形, 那如何两者是会合一的? 在大手印中是一样的, 这二者是一样的, 但是呢? Depend on the different tradition, 那依着不同的这个传统, because some tradition there's no name of nature of mind, they don't, they don't, there's no, there's no, um, tani, natural mind, tani, 因为在某一些传统当中呢, 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所谓的, 这个心性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他们并没有使用这个名词, so they call Buddha mind, 对呢, 他们就称为佛心, 或叫佛心, Some people think Buddha mind is just compassion, 有些人认为所谓的佛心, 它只是一种悲心, 平和的状态, 那些人认为佛心, 它只是一种非常宁静平和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心的本质, 或者叫心性呢, 它不仅只是这个样子, 以大手印, 一句大手印来讲, 它不仅只是慈悲, 不仅只是这个宁静, 它是超越了这个主体跟客体的, 超越能所的, 它是超越了这个主体跟客体的, 它是超越了一切的概念的, 但是并不是只是说, 哎,我想着没有概念的, 我想到我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现在大概已经几乎将近要证明, 证到了那个没有概念的那样一个境界了, 我想我已经开悟了, 我想我已经开悟了, 如果你想着说, 我已经开悟了, 那表示你还没有开悟, 所以你可以测试一下你自己, 把针往你的手指插上去, 如果你还会痛的话, 那表示你还没有证明, 那表示你还没有证明, 还没有开悟, 所以你就不要去把证明忘掉, 你甚至连出地都还没有达到, 如果你达到了出地的话, 那你已经超越了生死, 对你自己感知的这个镜像而言, 你已经没有这个实体的肉体, 这个身体了, 因此不会有痛的, 所以你心里想着, 谁知道, 也许我已经开悟了, 所以你心里想着, 嗯,谁知道呢, 也许我已经开悟了。 嗯, Tata dāgārbā Tata dāgārbā Tata dāgārbā means desicimbo Sukā dāgārbā Tata dāgārbā Samini Sukā dāgārbā Tata dāgārbā These are some meaning 一些意思是 Tatāgādāpā 这两个词是同样的 都是如来藏的意思 我认为是正确的 是正确的 我认为是很难解释 整个词 但是 你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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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变�ach 相选 录说 晓徐 晓徉 晓徐 是出必要的 订兴 有三几个认知 有些人地 ि是 程 Aware, maybe, aware, yeah. 那有很多种意义可以解释 包含像外障的 但是比较相近的就是属于说 你有这个觉知 或者清楚明了 你的意念上这样子 可能会比正面 就比较 Aware 就是你内心有这样的觉知 有提醒到了这样的新的意识形态 可能比较接近 能一般般的正面的意思 那刚刚能不能接近讲说 因为在文化的差异 还有在一些概念上面的差异 所以你很难把一个佛法名词 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外一种语言 可能很正确的转换 但是你透过解释之后呢 你能够了解到那个词 到底代表的感应是什么 这样子 OK, now the second issue with this cup 接着我们来讨论第二个 论题有关于这个杯子 第一个有关于杯子的这个 议题已经了解了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可以发表你自己的 whatever you like you can say 对,你想说什么就请说 not always true not always true 他不是一直都是真实的 very changeable 而且呢他是一直在改变的 very changeable and before he said very complicated 而且呢是非常复杂的 还要吗 水晶月 水晶月 你觉得这些是真正的? 对 随着个人的信念有不同的量 请说吧 我能够说它是杯子 是因为它有它的真实 所以我才能够说它是杯子 我能够说它是杯子 我能够说它是杯子 你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杯子在这边 我能够说它是复杂的杯子 也因为它有它的真实在 但是它的这个真实 我们要再砍下去 如果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杯子 我认为它是真实的杯子 有一个杯子 我们可以谈论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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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嗯 我们学生说它是感写状 所以我们是人物 我们是个人 我们看出海子 但是我们是很多人 我也觉得它是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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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我跟人物界说 事实上人物界讲说 我们对一个东西的 相对意义上的感觉 是因为我们的觉知 所以才会认定它 所以当我们现在是人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杯子 假设我们是一只蚊子的话 我们可能觉得它是一个游泳池 所以它第一次在意说 它现在是什么是我们现在的感受 无关的感受 而认为它是一个杯子 当我们的无关有不同的觉知 它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OK 好 Good 没看吧 我们现在必须要从相对异地的异地 进一步的移动到现异地的异地 我们现在必须要从相对异地的异地 我们现在必须要从相对异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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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地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子认为 对不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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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石头 那么现在另外一边是石头 那一个大呢 橘子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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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比较小 橘子比较小 没有比较的时候我相对上是比较大的 我相对的异地比较的时候 它就有所谓的大小 没有相对异地比较的时候它没有大小 这就是所谓的究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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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在这个当下没有大没有小 为了要成为大的或小的呢 你必须要相对待于另外一个事物 你必须要拿一个大的杯子来跟它比较 你必须要拿一个大的杯子来跟它比较 其实橘子它本身呢 如果它没有任何的比较的对象的话 它没有所谓的大 也没有小 因此呢 这个圣意义地的本质呢 它是一点都不复杂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根本没有这些复杂 就产生复杂的一个基础 从无始以来呢 一直到现在 没有大 没有小 大小 大小 是无生的 因此呢 它没有一个基础能够让你产生任何复杂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说 你不能说这个杯子呢 你不能说它是大或者是小 如果就这个杯子本身来讲 你不能说它是大是小 但是呢 它有它的一个 高度这边不知道是多少 硬区 大概是十硬区 大概是十硬区 多少硬区 七硬区 大概是七硬区 我们说呢 这边有一个七寸高的杯子在这边 无论你如何比较相比较 这个杯子呢 它就是七寸高的这个杯子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的话呢 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想 它仍然是有点复杂的 因为 有些 八寸 七寸 因为呢 它有七寸的这个高 但是呢 这个七寸高的这个杯子 它事实上呢 它仍然是互相依存的 它是相对于其他的这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互相依存 或者我们讲的缘起 这个概念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大手印 在中观的这个教法中 所以 all the phenomena are interdependent 所有一切的这些镜像呢 它都是互相依存的 都是缘起 inter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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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 inter means delwa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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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wa 就是相关联的 彼此相关联的 然后那个 dependent 这个 依赖就是 正文里面的 互相依存 我们讲 缘起 互为缘起 远起 按照 因此 未来语言 互相 ré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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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七寸高的杯子在哪里呢 你找不到 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杯子 为了要成为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呢 它必须要依赖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些镜像而成立的 账号42138483 银行账号银行贷号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卫生胎儿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起见药师法会 供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供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礼拜药师保产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至夜基金会台南分会 10月共修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10月22日 10月29日 时间下午2点 恭送不动如来经文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点灯唱诵点灯祈愿文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红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全程直播欢迎线上共募福恩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在佛教的寺院丛林里面 我们认为吃饭防废道业 为什么因为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挑了 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 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凡夫 我们又不能不吃饭 所以我们把每天的早餐跟午餐称为过堂 我们过哉堂就像是船过水无痕 一样呢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但是我们不吃分别心 不分别菜的好坏 就像是船过一样 我们只是进去里面用餐 而且不起心动念 所以什么是过堂 在丛林里面过堂就是吃饭的意思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 我们对食物不起执着 这就是过堂的意思 便宜来ciou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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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